那第一件是明代的法华三彩佛造像 这个佛造像呢 我们看它的三彩的右色 色彩鲜艳 刀工啊 现它流畅 而且呢 人物的面部表情呢 各个不相同 是明代的我们 这个山西近南地区啊 这个工匠的杰出之作 第二件呢 我们看它的绘画是用 进口的苏尼薄清料绘画 这几个花朵由于苏尼薄清料 呈现的有一种立体感的效果 特别是这个口言下 书写的官窑款式 是宣德官窑器典型的 进堂小凯 敦厚有力 这是我们明代 御用的官窑的一个精品啊 这一件是西近的 月瑶清辞的古餐块 它是一个雕塑 灭塑 印花 铁花 给予一身的一件非常精美的艺术品 这个楼阁呢 有四个历室在扛着这个楼阁 而且呢 它非常生动 在下面这层纹饰呢 又是贴花 这样的贴塑 在西近的古餐馆中是不是多见的 都应该是西近时期我们岳瑶 清辞里面的最高级的艺术品 仔细组推选的候选 厚润 唯有小橘皮纹 是明代官窑器典型的时代特征 属于极为难得的珍贵品种 恭喜 恭喜马小姐 从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 正和率领外人使团和数百艘船组成的船队 先后七次远航西洋 带回了被人们称为苏玛黎青的青花诱料 这种诱料能呈现出如同水墨画般的韵散效果 正是因为这种独特的魅力 让全世界的此切爱好者为宣德青花而痴迷 这件入选民间国宝的青花蝉枝花卉纹碗 就是明宣德官窑中的珍贵品种 目前全世界的宣德青花收藏 主要分布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台北故宫博物院 伊朗阿德比尔宫博物馆 和土耳其伊斯坦波尔博物馆 如果加上私人藏家的收藏 宣德官窑青花瓷器的数量超过3000件 宣德官窑青花瓷器品质最高 精品动辄就要上百万元成交 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现在 国内拍卖市场上宣德官窑青花的最高成交记录 仅为1045万元 这个记录是2005年6月 由一件宣德蝉枝花卉纹钢创造的 到目前为止 海外拍卖市场宣德官窑青花瓷器的最高成交价格 是3500万元港币 这个价格与青三代可以上亿元成交的彩词比较相差甚远 他们之间的差距 为宣德青花瓷器留出了很大的上涨空间 影响宣德青花瓷器价格的因素 一方面精品难得一见 另一方面来自于人们对争美的困惑 现在我们要再次请出我们的市场评估专家赵宇老师 就这件产品进行市场点评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官邀瓷器包括清代宣传时期的 一律不准出口 民邀瓷器要迁隆60年以后的可以出口 为什么呢 因为官邀瓷器它的用料用工 都是全国最高级的工艺石来烧制的 这一个大名宣德的青花馆的大碗 非常珍贵 这些年代它的价位从几十万 现在呢有的卖到了360几万 总的来说 明代宣德年间的瓷器数量很少了 它的升值空间却越来越大了 再接再厉 开始我们 我们下来 我巴马拉伯 吃饭了